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羽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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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师 签字 签哪儿 签好了 你 你签的是什么 我签字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张老师 对不起 我 签错了 对不起张老师 我改一下 算了 我重新再打一番 我刚刚在写别的事情 天哪 林书 你到底在干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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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你说 你说 张老师 上次给你买的习题 做了吗 我做了 做了 拿给我看看 就行 我做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同学请问一下这儿有没有 有人 好 随后跟你说 那个这儿没人吗 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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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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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包很特别 有吗 课桌是学生学习的主场 不应该是你背包子秀着 云叔 你过来坐 妈 不用了 有什么 有什么 我 我们先讲一下相对数的两种类型 我们先讲一下相对数的两种类型 这些桌子 我们先讲一下 就讲一下 我们不再讲一下 我们不再讲一下 让你也可以 我们不建议 正好 我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课 同学们再见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张老师真的是个计时器 每一次最后一句话 都压着下课领 连叔 上课的时候专心一点 不要总是发达 我知道 擦一下黑板 我要一个那个 跟我拿 张老师 谢谢 我吃吧 好 菠菜当中含有丰富的 维生素A C1 B1和B2 是脑细胞代谢的 重要功绩者之一 可是 我真的不喜欢吃菠菜 而且 其实我觉得 我和脑细胞够用了 那好 你跟我说说 今天上午那两堂课的重点 哦 我吃 我吃 我现在就吃了 你也要多吃 那很好吃 我觉得我的大脑 早都停止发育了 显然还没有 多吃一点 鸡蛋可以提高你的记忆力 米饭 米 米饭 我是说你的脸 我的脸怎么了呀 我说的是这个米饭 啊 是吗 我是说刚刚米热 粘在了你的脸上 你说张老师带你去上课 还帮你夹掉范粒 嗯 嗯 嗯 秘书 秘书有什么味道 味道 我今天早上出门才洗过澡 难道是我今天在学校里面跑步 出的汗 啊 那张老师绝对闻到了 啊 啊 是你身上恋爱的酸醋味 吓死我了你 秘义 嗯 我觉得 我好像真的喜欢上张老师 你喜欢就喜欢呗 喜欢一个人该上就上 可是 我跟她是契约关系 她 会不会不喜欢我呀 这脑子是不是空的呀 赵老师跟你结婚 给你房子 嗯 带你去上课还未发官宣 她不是喜欢你 她是什么呀 你还想怎么样 那她要是 那个时候是在旅行契约的 你管她呢 只要你想契约关系 也能变为现实爱情 那你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你要向她暗示 你和她已经是亲密关系 然后再向她发送爱的信号 传递爱的秋波 最后再用行动 直接向张老师告白 这样她就会知道你的心意了 我知道了 你 您知道了 嗯 你昨天 上课听得很认真 所以这份试卷的正确率 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你最近 为什么总是盯着我看 我 我没有啊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想想提问啊 啊 那个 张老师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您等一下我现在就去拿 那是姨姨 花的 我拿错了 这个不是您的 这个才是您的 这俩不是一样的吗 因为她俩是情侣款 今天店家情侣款打折 所以我就买了 爱奇棉 摸起来手感还不错 这个礼物 我收下了 但是 理财的收益 是作为你日常的生活费的 以后 都用在自己身上 嗯 我知道了 今天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 晚安 晚安 很多店员可以通过直觉来判断 顾客属于哪一类人群 所以这也是一名优秀的店员 需要具备的重要工作技巧 如果说我们将急于直觉的判断 数值化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计算了 就能够顾客 来 赶紧 多多久 都不够了 你对我 现在是在那里面 吗 我现在有个人 那就是 还没那样 我自己做的 我现在要做的 选择 所以选择 今天找个 books 可以提出来 我们共同探讨 既然张老师要了探讨 那我就大胆请教一下 张老师 你说我们平时学的这些 数学分析 负变函数 还有什么可靠性数学什么的 这些东西我们避了业之后 一辈子都不会再翻开的东西 能有什么用啊 能找什么工作 能赚几个钱 还不如我跟同学组个战队 打游戏赚得多呢 看来这位同学很靠学 刚刚你一共提出了三个问题 那什么是数学 数学是奠定人们 认识世界的理性基础 尽管这个世界上 还存在着非常多 非理性的行为 但是人们还总是希望 能够用理性的方式 来刻画这些现象 比方说 统计意义上 存在着这些心理学效应 类似于马胎效应 破窗效应 棉花糖效应等 除此之外 还有在人类行为学当中 大方异彩的 众志成余的无核之众理论 以及众于诚治的群策智慧 不是 张老师 你刚才说的这些 我听不懂 就您能简单点吗 你打游戏 对吧 电脑游戏 对吧 对吧 上个世纪中叶 图灵和冯诺伊曼 凭借其深邃的数学功底 创建了现代计算机的结果模式 而且引领着人们走进了信息时代 说句你不爱听 如果没有数学 你和你的游戏战队 就只能用算盘来打游戏了 平时我不耳其 但是据我所知 职业的电子经济比赛当中 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 仍然是数学 没错吧 我一直都认为 不是我们选择了数学 而是数学选择了我们 用智商银压别人真的太帅了 高知业啊 你能不能矜持一点啊 人家现在张老师是云书的老公了的 我这是在帮云书表达他的内心 对吧 云书 不会吧 哎 你真生气了 不会吧 哎 你真生气了 哎 没有 哎 没有 哎 没有 我怎么可能啊 我就是在想 我跟张老师之间的差距 我就是在想 我跟张老师之间的差距 要发送信号你发送了吗 我发送了 你发送了 发送什么 我用理财产品的收益 给她买了一套家居服 而且还是轻无愧的 那她收了吗 收了 那她怎么说 她说 稳了 稳了 是不稳了 你跟张老师假戏真做呀 我们现在就要乘胜追击 你得再主动一点 让张老师感受到 你的存在 有你的爱意 砸晕张老师 死了 谁呀 谁打我 会不会打球啊 没看到这有人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没事吧 能没事吗 你哪个戏子 不要对人家那么凶嘛 我没事 谢谢 真没事 要不咱们去医院看看 球打你身上你没事吗 那我打你一下 你 我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 你是哪个系的呀 我之前怎么没见过你 我早就毕业了 今天过来办点事 顺便打个球 我叫顾潇 我叫高知义 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吗 好啊 有什么问题 随时跟我联系 好啊 那改天请你吃饭 来 继续 我把你掉地上的眼珠 给你安回去啊 少得你瞎了 你看啊 我说的吧 女追男隔层伤 你也擦擦擦 红身流伤 我没有搞什么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这离婚到底怎么回事 妈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 我回家跟你说好不好 回什么家呀 你也别叫我妈 我都觉得丢脸 你现在要是离了婚 你以后怎么办呢 二婚 在婚恋市场上 总是会受影响的 你要是真敢离婚 那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吧 哎呦 妈 您胡说什么呢 陈老师 系列下周的工作安排 全有你帮我调整一下 好 我的张教授 您好 请问你是蓝蓝的领导是吧 您好 那正好领导 你来帮我们评评理啊 这沈蓝蓝 妈 你够了 陈老师她很影响 无论是逻辑思维能力 还是情绪管理上 她都做得很好 行了嘛 赶紧走吧 你说你们这些孩子啊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人言可畏呀 这是一点不让我省心 行了 咱们自己走 张教授 我能坐这儿吗 请别 今天的事谢谢你啊 不必客气 我只是说了我看到的 对了 沈老师 离婚对于当代女性来说 影响有那么大吗 多大影响不好说 但影响还是会有的 不过夫妻间的事 没有人会多问的 我也不可能 像祥林嫂那样子 处处去解释 所以呢 人们就各自去猜想 去议测 久而久之 真相是什么 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我想这应该就是 你妈妈刚才说的 人言可畏吧 是 你还要 真是 毕竟我给你 你吃了 不要多咄嗟 咪哟 我吃了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在干什么呢 张老师 我刚刚洗完衣服 然后把你的衣服叠好 放到你的衣柜里了 张老师 你还看得懂话呀 辛苦你了 之后正好自己就行 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 好 那没事我就先出去了 我吃好了 张老师 是不是今天的面做得不够好吃 没有 张老师你等一下 我吃完立马就跟你走 雲叔 嗯 从今天开始 不用去学校听讲了 再加自学 如果有什么不会的地方 等我回来之后再跟你讲 啊 张老师 我是不是在学校做错什么 影响你上课了呀 是我考虑的不知道 我们的关系 很可能会造成一些 负面的影响 这方面 全身事无数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尽可能地避免一起出现 尤其是像学校这种 你我共同的社交环境 那 张老师 我 我要迟到了 我先走了 你好 是闪送吗 对 麻烦举线码告诉我一下 五二零一三一四 好的 我爱你一生一世 爱你别走啊 你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的 天下就没有我搞不定的事 幼稚 你知道你跟猴子的区别吗 一个住在山洞 一个住在我心里 我说你怎么还不去看病啊 你到底想干吗 追你啊 你这记性 是不是得跟我一起去看病啊 你记不起我的荷尔蒙 怎么可能 我可是五一少女的梦 我不是少女 更不爱做梦 这个世界上 从来没有女人拒绝过我 我 我说你是不是人系合一了 把生活也当作偶像剧 自己还是无往不利的男主演 那你敢不敢和我打一个毒 给我一个月时间 我一定走进你的心里 我给你两个月 我保证你连我家门都进不去 成交 成交什么 两个月时间走进你家里 等会儿 你别走啊 这个呢 是我专程送来给你的 你一定要收下 一言围定啊 余女士 完美 好 喂 你好 张太太 您什么时候来取照片啊 啊 照片 对啊 之前不是说 周三下午来取照片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忘了 我现在就去 我马上到 这个您拿好 有点皱没关系吧 没关系 那您慢走 好 谢谢您 拜拜 然后呢 然后就 没了 就这样啊 没有遗漏的 嗯 这就奇怪了 前一天还好好地 我现在就不要 我这些人 哈哈 我看了 那我来看看 我们现在的 我来看了 我来看了 你这样的 我明天 那我来看了 我来看了 我来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要怎么做 你就关心他 照顾他 或者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给他一个惊喜 惊喜 这样好 有什么不好的啊 你干嘛不相信我 我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课 好 上课吧 张老师 谢谢老师 杉老师 杉老师 云叔 对不起 怎么这么着急要干嘛去 云叔 呃 张老师 哎 这是干嘛的 哎 那个 吴教授 我正想找您嘛 把那个 在屋处里面啊 西班的科室表 我正想给你杀了 你看 嗯 张老师 你是不是生气了 雨淑 我记得我今天早上 告诉过你 不要去学校 也不要让更多人 知道我们的关系 这会对未来造成 很多的麻烦 张老师 你为什么不想让别人 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是不是嫌弃我 你怎么会有 这样的逻辑 张老师 我各方面都比不上您 就算 作为您契约关系的对象 我也不一定配得上您 你这番想法 又是怎么推倒出来的 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 那你为什么害怕别人 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呢 害怕 首先第一点 我没有害怕任何人 知道我们的关系 第二点 我只是不希望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的这份关系 因为等协议结束以后 如果更多人知道了 我们的关系 很可能会对您以后的 恋情和婚姻 造成一定的影响 以后的发展 恋情 这份契约会对你的名誉 造成影响 这一点是我考虑不周全了 不过你放心 我会再加一个补充协议 如果之后你的男朋友 或者是丈夫 对你造成了一定的误解 我会出面向他们说清楚 这些事情的缘由 张老师 所以一直以来 我会再加一个补充协议 我会再加一个补充协议 你只是把我当上你的义方 但是在这份契约里面 我们确实是 甲方和义方的关系 我知道了 小时候 аю 对 这是 赞 吗 否则 这边 3 3 5 4 5 谢谢 你好 谢谢 谢谢 这里这里 快来 快来快来 来吧 今天是有点风生 对 来点 同学 干吗 你们两个插队了 怎么了 我说你们两个插队了 去后面的队委重新排队 美女 就这么两小时你至于吗 差不多得了啊 这 哎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